宗教战争 从法鲁瓦王朝到波旁王朝 亨利二世1547年至1559年在位 在一次比武事故中的去世 造成法鲁瓦王朝的长期衰落 直到新王朝及波旁王朝完全建立 才终结了这一局面 亨利二世的继承人 多病的弗朗西斯二世在位时间不长 在后来的15年中 王位传到他的弟弟手 起初是年幼的查理九世 继而传出颇受非议的亨利三世 来自弗洛伦萨的亨利二世的遗孀 卡吉林纳·德·美蒂奇 从1560年就开始统治 他自1574年起担任色政王 在宫廷政治中有权有势 直到1589年去世 一位外国妇女的统治 在一个日益赞赏法国身份 妇女在公共领域地位很低的国家中 这个外国妇女的统治 加剧了王朝的衰落 正如在这种时期常发生的那样 政府成了家庸巨资 权力熏天和各省拥戴的贵族家庭的掌中玩物 他们或多或少都控制着国家各个部门 金融、法律、武装部队、教会的要职 而且是皇家慷慨症、馈症的主要受益者 他们拥有大量的良田 通过代代相传的领主特权 比如岁富、经济垄断、司法豁免等等 控制着乡村社会 官官相互和相互提携 巩固了大人物的权力 他们往往沾亲带故 是各省贵族的顶梁柱 一种奉献服务的封建歧视精神 将保护人和侍从联系在 对国家具有潜在威胁的关系中 获取对他们的军事支持 甚至反抗君主 保护人通过设政委员会的影响 把获取馈赠、年金、官位 作为维护 维持他们保护体系的回报 法罗瓦王朝的家庭问题 使得这些根深蒂固的贵族生活的 破坏性特点强烈的突现出来 那么 谁是争夺统治权的贵族斗争的主要人物 宣称是查理大帝后裔的杰斯家族 可能是这些权力集团中最不安分 最有影响的人物 这个家族有两代人卷入了宗教战争 宗教战争是1561年至1598年 37年 当时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弗朗索瓦基斯 和他的兄弟洛林地区主教 法国最富有的教士 夏尔介斯 掌握着1559年 由卡吉林纳 德美帝奇建立的 设政委员会的关键职位 弗朗索瓦的儿子们 祭司 公爵亨利 祭司主教路易 和马延公爵夏 在战争后期 占据了领导地位 他们自己评价为基督教界 第一男爵的 蒙摩朗西王朝 在1559年前 很长时间 就是杰斯家族的对手 新教徒 加斯帕德克里尼集团 在16世纪60年代后期 和70年代前期 承受色政王的宠爱 最终在15世纪中 靠婚姻 继承和运气使然 使得波旁王朝 得以成为可能是 最后一个伟大的 封建王朝 当弗朗索瓦一世的侄女 也是法兰西小公国 纳瓦尔的皇后 然纳 德 阿尔布雷 嫁给波旁 汪多姆公爵 安托万时 他确保了两个 庞大家族的封建继承权 结合到了一起 他们的儿子 纳瓦尔国王 他是1553年 至1610年 是16世纪60年代后期 王朝斗争的主要角色 并且最终继承了 亨利三世的王位 成为法兰西国王 亨利四世 他是1589年 至1610年 在位 皇室成员的冲突 由于四个因素而加剧 首先 陈朴紧盯着其保护人传 为自己向他们提供的支持 索要年金 馈赠和好处 而且经常倾向于动用武力解决问题 其次 各方都期望得到外国的支持 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 对杰斯的事业 给予武装支持 当时英格兰的伊丽莎白 和滴滴国家 也进行过干预 第三 1584年 亨利三世的弟弟 阿朗怂伯爵的去世 意味着亨利三世的婚姻 没有孩子 也就没有直接的继承人 许多人 近乡自称是继承人 例如 有着卡罗林祖先的杰斯家族 甚至宣称 有的说是通过法律渠道 余格卡佩是篡位者 最有法律依据的人 是竞争中的君主 纳瓦尔的亨利 则看来很糟糕 但更加糟糕的 还在于亨利是个新教徒 宗教是第四个 也是最重要的 在宗教战争中 点燃了王室风火 风筝之火的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 16世纪末期的内战是老故事 宗教使它成为新故事 国王和贵族的斗争 中央和外围的斗争 由于宗教改革而产生的 天主教与新教 也称为胡格诺派的 教派分裂而纠缠不清 克里尼和蒙蒙朗西家族 以及纳瓦尔的亨利 和其他波旁家族 都是新教徒 而杰斯家族 则是首屈一指的天主教徒 自1517年 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进行的宗教改革 使天主教分裂 如果不是交流更为便利的话 路德的信息在后古登堡时期的欧洲传播 将是不可想象的 最重要的是1534年的接贴事件 当时揭露MISA的印刷品宣 传满传遍了巴黎 这使得王家政府制定了 公开镇压新教的政策 自1523年以来 有少量路德教派的信徒 被焚火于火刑柱上 自1540年起 审判四处蔓延 亨利二世加大了镇压的力度 1547年在巴黎议会 建立了险恶的焚烧室 来处理异教徒案件 1551年 颁发了对路德派信徒 判处死刑的法律 1551年同年 心怀嫉妒的反改革派 耶稣会士 被允许在巴黎建一所学院 狄氏新教部分原因 是由于当时国外 较为流行的不宽容政策 他嘲笑文艺复兴的人本观念 16世纪40年代 在阿尔比斯三谷地区 对维尔多派异教徒的攻击 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 所谓的疯狂巫师 也受到全面的打击 许多人 因于魔鬼般的反宗教人员为伍 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妇女 妇女同时也由于16世纪 早期开始的有组织卖淫而受到攻击 特兰托公议会是1545年至1563年 特兰托公议会同样转向天主教会 对新教的看法 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 像传播人文和文明价值观一样 传播偏见和曾见的印刷术 为敌意日增的宗教斗争天火加星 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 都充分应用印刷术 采用印刷品 张贴画 木刻 书籍 画册 来作为 口头表达 就是宣誓 辩论 表演 审判 和形式宣传的补充 形式宣传就是宗教仪式 列队游行 节日活动 法国新教最终追随的是 加尔文的道路 而不是路德的道路 让加尔文出生于靠近 龚比涅附近的努瓦荣 在意识到首都的不宽容气氛 难以容忍他的观点之前 他曾在巴黎学习 1541年 他在日内瓦定居 这里成为有组织的新教的罗马 向全法国和西欧派遣 传教士步道示意 加尔文所著的基督教原理 于1536年以拉丁文出版 1541年出法文版 后成为加尔文神学理论的基础 在16世纪50年代后期 广泛的全国性新教机构开始出现 新的信仰 巧妙地深入人心 并在全国传播 赢得了可能有将近一半的法国贵族 和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 成为信徒 并在全法国流传 特别是在南部 西南部和普瓦图 诺曼底 以及阿尔萨斯和罗里 拥有强大的前哨阵地 尽管塞文山区的农民 被证明是最能干的 胡格诺派教徒 但该教打算更多地在城市 而不是农村发展 同时 新教也吸引了妇女 他强调地提高 所有信徒的灵魂和智力 特别有吸引力 某些有教养的宫廷命妇 从一开始就支持改革教义 这也吸引了许多来自底层的妇女 有着约2150所教堂 100万至200万左右教徒的 法国加尔文教派给衰败的 法鲁瓦王朝出了一个难题 对政府而来说 像几乎所有的南欧国家 就是西班牙 意大利各国那样 将清教新教的做法 作为战略对策 所导致的问题太大 另一方面 国家还没有强大到 可以采用某些 热尔曼国家的北欧解决方法 也就是说 新教徒掌握了政府机构 王亲贵族在经过一度徘徊后 纵臣高官 高级法官 特别是最高法院 和首府城市 都是坚定的天主教 当国王转向宗教宽容态度时 这些集团让国王的阵力 不通来猛 拖其后腿 在设政期间 宗教和政治压力迅速露头 在1560年 安布瓦斯篡权时期 胡格罗派教徒 策划绑架年幼的弗朗西斯二世 好使他脱离年长的杰斯兄弟的影响 这一举动 使出席普瓦席讨论会 寻求两大宗教妥协条件的首相 米歇尔·德·奥斯比塔的勇敢尝试 功亏一篑 信仰自由的让步确实很脆弱 特别是在双方以鲜血 划分出了分界线之后 1562年 弗朗索瓦·德·杰斯 在经过正在瓦西举行 祭祀仪式的 胡格诺派社区时 派出了他的军队 造成了上百人死亡 其中许多是妇女 在1562年至1598年间 一连八场间 以八次休战的黑暗宗教战争 冲击了国家 在上层政治之下 一个忏悔暴力和屠杀的恶性循环 遍及了全法国的草根阶层 起初 武力斗争战现以城市为基础 但是很快 战现本身就瞄准了 来自上层贵族的保护者们 卡基琳娜·德·美蒂奇 企图以毫不退缩的胜利 驾驭冲突 他与1572年 故作姿态地来到 森明狼藉的 圣巴特罗密尔大屠杀的 天主教战场 他纵容谋杀著名的新教徒 包括曾在巴黎 为国王之妹 玛格丽特与纳瓦尔的亨利 结婚组织集会的克里尼 但后来事情变得无法控制 大约有3000名 胡格诺教徒 在巴黎被屠杀 接着有8000名 在各省城市被害 纳瓦尔的亨利 在巴黎皈依天主教 但一旦安全地离开了首都 他立即宣布放弃信仰 这一举动 使得教皇 废除了他王位继承人的资格 由于纳瓦尔的亨利 看来不能被天主教徒接受 很明显又没有活着的 发鲁瓦继承人 斗争更是变得孤租一致 在那些新教徒 掌握政府大权的城市里 他们亲手在牢固的城墙后面 挖掘战壕 作为自卫的攻势 极端的天主教徒 在吉斯兄弟的山洞下 组成了天主教团 他们反新教徒的攻击政策 和日益激进的宪法理论 使他们越来越公开的 反对亨利三世 1588年 亨利三世是巴黎 摆脱杰斯支持者的尝试 导致发生了 清吉斯的接累日 当绝望中的亨利三世 在布鲁瓦将杰斯兄弟 谋杀了后 统治巴黎的16人委员会 号召诛灭暴君 并大搞宗教恐怖 当时马延的伯爵 组织北方城市 加入了天主教城市会 亨利三世 联合纳瓦尔的亨利团 团团围攻了巴黎 由于天主教团的 狂热支持者 雅克克莱玛遇刺 纳瓦尔的亨利 才被迫解除了图层 巴黎人为此恶守相庆 1589年 亨利三世之死 看来造成了法兰西国王的崩溃 他临死时 指定纳瓦尔的亨利 沙利克法规定的合法继承人 为他的继任者 后者随即就拥有了亨利四世的王号 极端天主教徒不予承认 推荐了许多其他候选人 并诱使西班牙出兵援助 然而他们的如意散盘打错了 由于并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明确候选人 同时 巴黎16人委员会逮捕并处决了巴黎最高法院的成员 巴黎的天主教联盟社会极端派 疏远了坚定的中产阶级支持者 天主教联盟宣传赤裸裸的城市民族精神 而亨利四世也可以不断依靠温和天主派 天主教 所谓的政治家 如果这意味着社会和睦 结束杀戮 他们愿意给新教留一席之地 一本巴黎出版的政治宣传者悲叹道 啊 巴黎 已不再是巴黎 而是野兽的黑漆漆的山洞 是西班牙人 瓦龙人和纳布勒斯人的城池 是强盗 杀人犯和刺客的避风港 收容所 亨利四世保卫自己 王国的战斗很艰巨 他1593年 皈依天主教的决定 使他得到支持 并为那些政治家的立场提供了依据 他于1594年 在用自己特有的语言 做出著名的巴黎 值得为他做Misa的判断中进程 反对派逐渐风化 亨利后来用了四年的时间 对闹事者进行威胁 谈判和收买他们的支持 他于1598年颁发的南特赤令 是典型的双方则中的产物 信仰自由和权力平等 得到了圆满的宣告 但基督徒只能有选择的在教徒 势力强大的地方举行宗教活动 同时他们被允许 在151个安全之地 保留他们的城墙 作为宗教自主权的保证 南特赤令对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说 具有更长远的合理性 而大多数当代人并未意识到 教皇尖刻地宣称 这是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赤令 最高法院尤其关注赤令的宪法含义 罗昂最高法院直到1609年 才最终表示赞成 甚至人数从200万减到100万的 许多胡格诺派教徒也很谨慎 针对国王的谋杀 继续此起彼伏 在他统治期间就大约有20次 然而这部赤令 使亨利有机会 于1598年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 签署了维尔万条约 从而终止了外国势力对法国内部的干预 维尔万条约支持1559年 卡托康布雷奇条约的基本立场 法国几乎奇迹般地从40年的内战中走出来 而没有向贪婪的邻国做出重大的领土让步 然而如果说政治结构很快地建立起来 那么经济确实处于十分糟糕的状况 贸易停滞不前 制造业的产量几乎下跌了一半 但这些战争并不是另一场百年战争 死亡人数有限 总体人口基本停滞而不是明显的下降 然而战争 饥荒和疾病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军事行动频繁的地区 人口下降严重 战争与恶化的气候同时发生 1550年 可能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 出现了特点是冬天又冷又湿的小冰河时期 这也导致了严重的农业收成减产和物价上涨时期 尤其是1563年 1565年至1566年 1573年至1577年 1586年 1590年至1592年 和1596年至1597年 雪上加霜的是 在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开始流行鼠疫 这些灾难加上国家对税负持续不断的要求 因此在1594年至1595年 西南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即所谓的香巴劳起义 另一起类似的动乱发生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 亨利四世终结宗教战争的胜利表明 法国社会即使只是暂时地告别了建立单一天主教国家的目标 其代价是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和社会动乱 现在出现了建筑在渴望社会安定基础上的崭新的政治版图 法国男人和女人焦急地希望知道和平与新王朝能带来什么